Phoebe 这是谁的最爱 大家好,是Phoebe妈妈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故事 蚂蚁蛋糕店书 今天我们要来讲的故事是 大牌长龙的 蚂蚁蛋糕店 大牌长龙的蚂蚁蛋糕店 我们要来看咯 哇,你看这一页 有什么? 草莓蛋糕 对,有你最爱吃的草莓蛋糕 那这本书呢 是球球馆出版的 那图片跟文字是福泽尤梅子做的 那翻译是黄丽兴 对 好,那我们就来看这本书了 等一下 在这里 这是什么? 大牌长龙的蚂蚁蛋糕店 这里有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啊? 蚂蚁们在地上东找找西找找 嗯?有好吃的东西吗? 看得到 我们把它往前一点点才看得到 好 说 砰 一块巧克力碎片 从天上掉了下来 碰碰 又掉了一块松饼和蓝莓 哇 这一棵树一定是甜点树吧 是吗? 蚂蚁觉得是甜点树 蚂蚁们排排队 开始往上爬 他们要往上爬咯 原来这不是树 是一张木头大餐桌 山猪一家人正在大口大口的吃着蛋糕 嗯 嗯 大切 嗯 真好吃 我吃饱了 山猪爸爸和山猪小弟放下叉子 他们吃完了耶 走 我们去搬剩下的奶油 蚂蚁们爬上盘子 他们爬上去咯 爬上去咯 我吃完会自己收盘子 山猪小弟说完就拿起盘子 蚂蚁们吓了一大跳 蚂蚁还在盘子上耶 怎么办 怎么办 然后他们和盘子一起被端走了 端端端端端端 他们要端去哪里呢 水槽 蚂蚁还在这里哦 水槽里吧 我们来看看好了 真的 盘子被放进水槽里了 哇啦 咕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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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他们在水槽里面 被水冲得头昏眼花的蚂蚁们很努力爬上来 咦 他们爬上来咯 咦 这是哪里 他们四处看看 这是哪里 甜点随你吃到饱 吃完请自助清理 发现到处都是他们从来没有看过漂亮的甜点 大家都看傻了 你看 哇 你看这个甜点贵 蛋糕新产品出炉咯 隔地传来一个响亮的声音 哇 这是谁的最爱 只见欢主厨端出了一个放好多新鲜草莓的蛋糕 好漂亮的蛋糕 好想带回去给大家吃 蚂蚁们动动触角说 蚂蚁在这边哦 好小好小 蚂蚁 那要怎么做啊 蚂蚁们跑进欢主厨的厨房偷看 有什么 草莓、羊莓、覆盆子 各种颜色的水果 鲜奶油、卡士达酱 厨房里充满着好甜好香的味道哦 先把奶油涂在海绵蛋糕上 它涂在这个海绵蛋糕上 再放上什么 覆盆子、蓝莓、奇异果 还有煮的香香的苹果 卷卷卷卷卷 水果蛋糕卷完成了 Yummy 在烤脆的派皮中间 加入满满的卡士达酱 我要吃了 嗯 再挤上一颗一颗的鲜奶油 再排上草莓 撒上一些糖粉 草莓千层派就完成了 草莓千层派的 我们也来做做看 蚂蚁们把鲜奶油放到派皮上 你看他把鲜奶油放到派皮上 然后在这边在这边 他把它放到派皮上 然后呢 还有草莓 正当他们要去搬草莓碎片的时候 要去搬这个草莓碎片的时候 发生什么事呢 我们来看看 被发现了 喂 哪里冒出来的蚂蚁啊 草莓突然大叫一声 哇 草莓摇起了一桶水 把蚂蚁们泼出去了 被赶走了 蚂蚁被赶走了 看他泼了水 我们继续做蛋糕 蚂蚁们捡起掉在地上的蛋糕穴 然后搬回家 他搬回他的家里 他的家在这里 要搬回去 那么准备搬回家啰 用锯齿草的叶子把蛋糕切出薄片 然后呢 把奶油装进做酱草花袋 挤出花球 排上蓝莓碎片 再撒上黄色的花粉 中间插上一块巧克力 再把蛋糕放在紫罗兰的叶子上面 特赤蛋糕完成了 哇 我第一次看到这么漂亮的蛋糕 不知道什么时候旁边围了 一群蚂蚁和小虫 我们多做一点吧 蚂蚁们都很开心 小蚂蚁的家 这里是小蚂蚁的家 在这边 小蚂蚁的家 天渐渐黑了 欢主厨关上店门 开始打扫 咦 今天怎么都没有什么垃圾呢 总觉得怪怪的 他拿着扫把觉得怪怪的 然后他看到脚边 看欢主厨看到是谁啊 是谁 蚂蚁耶 有一间大牌长龙的迷你蛋糕店哦 哇 你看这个迷你蛋糕店 里面有什么 蛋糕饼干 哇 这是小蚂蚁蛋糕店 小蚂蚁开的蛋糕店 今天就不洗地板了 欢主厨笑了笑 转身的走回他的蛋糕 走回他的甜点屋 讲完了 讲完了 喜欢这本书吗 喜欢吗 喜欢 那喜欢的朋友呢 可以去买这一本 大牌长龙的蚂蚁蛋糕店 那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到这边咯 我是Phoebe 我是Phoebe妈妈 第一条就介绍了 到这边咯 记得喜欢我们的朋友要 开启小鱼家 按订阅 阿姨别忘了 分享 分享 好 下次见咯 下次见咯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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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观看